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惨愧 敢问将军是 我是王震 王将军大名如雷贯耳 终于确实赔赴 都是军人 客气什么 等晚上啊 咱们俩好好聊一聊 走吧 是 前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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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化边的势力 我们还可以托辞 是探明了共军的主力 可这次实力 我怎么向总裁交代 胜败乃兵家常识 胡长官也不用过于挂怀 如果说轻化边 我们轻敌冒进 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可是 我们马上实时采用了方形战术 使共军无懈可击啊 我们在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的同时 共军也在找我们的软肋 彭德怀虽说身经百战 但还不至于 坐坐坐坐 敏轩啊 你是我的参谋长 我们共事多年 你应该是了解我的 对聂尔之言 我还是能听得进去的 我觉得从我军进攻延安外围的囊形地带 到这两次实力 共军对我们的整个行动 似乎了如指掌 我觉得 是说 我们内部出了奸细 我是有这么点感觉 也吃不准 我胡宗南 在西北经营了十几 对部下 也算是体血有价 谁会在背后 给我一刀呢 俗话说 知人知念 难知心啊 你马上回西安 找声门 让他派人秘密调查复事 是 记住 这件事 不需透露任何风声 知道了 这件事不应该就是极童的 于是 这件事不应该是意外 Klim也认为 这件事不应该是意外 老实在此 卢介上 不应该是意外 随便看吧 队长 来 吃饭 真是神出鬼魔 人料想不到 主人叫你 队长 来来来 用这个招待客人 让你见笑了 但军实践 还有什么资格 不说这个 都过去了 打了一整天了 想必你也饿坏了 赶紧吃吧 你们 就吃这个 不对啊 严重缺量 一日三餐 中午吃肝 两头吃西 当然了 招待朋友 就不能用稀饭了 我特意让火房 给你做了这碗干拌 朋友 在战场上 我们是对手 你看啊 从去年 我们二次长征回来 你奉命堵截我们 现在呢 又奉命围剿我们 咱们也算老对手了 既然咱们有战场上这个殷 又有刚下这个缘 因缘生成 自然是朋友了 来 吃吧 王将军 大量 终于 五体投地 麦旅长 请坐 坐 你麦旅长 在我四个旅的包围之下 派四零五团 抢占何禅中山 掩护主力部队 向盘龙前进的计划 很刁啊 幸亏被我吃破 要不然啊 我们洋马河作战的计划 可就全泡汤了 来来来 坚持吧 吃完饭以后啊 咱们俩 好好地推演一下 洋马河这一仗 我本想三个小时 拿下 可是没想到 却用了六个小时 你帮我看看啊 是我的作战计划有问题呢 还是 你识破了我的作战意图 来 来 吃完 报告 进来 胡长官 您找我 小姑娘 要算无理的事 你说 我怎么想总裁汇报才好 出了这样的事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推卸责任 为自己开拓 实际上这样做 没有用复的 比如刘军长 他想为自己开拓 行吗 所以 相亏认为 胡长官不妨这样办 第一 把事情跟总裁陈述清楚 第二 都懒卸责任 以杜绝谗言 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 这份 讲清楚 懒责任的电报 就由你来细操 相亏一定照办 把刘刊的责任 也一并写进去 请求总裁给刘刊 彻置留任的处分 至于我妈 请求降职处分 也是应该的 说心里话 我背个处分 没有什么 怕只怕 辜负总裁的厚望 影响了党国的前程 胡长官也不要太自责了 自从三月十二日 我们对延安发动总攻以来 我军的兵力损失 也就是几千人 这还不到 咱们进攻延安 总兵力的二十分之一 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 小小的手指头 而共军在 我飞机大炮的 猛烈轰炸之下 他们的兵力损失 会低于这个数字吗 我想不会 因此这样一想 所谓的败账 也就算不了什么败账 我知道 你是在给我宽心 不懂打仗 几千人 虽然是一个 小小的手指头 但是十指连心的 我心疼